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客新聞,我是CINDY 國際戰士的爆發引起能源之亂 全球推動節能減碳的風潮是逐漸在盛行 而電動車已經成為未來代步工具的主流選項囉 目前鋰電池是電動車市當中最大板塊的下游應用市場 隨著這些正極材料的需求持續在升溫 強力刺激電池產業成長 而相關的供應鏈也就水漲成高囉 至於有哪一些台廠會受惠呢?我們一起看下去吧! 對於康普、梅奇馬兩檔鋰電池正極材料廠來說 材料加工量能的放大和價格調升 對於公司的營運獲利有其大的注意 加上統計指出去年全球鋰電池的正極材料需求達到60.4萬噸 外界看好今年這兩間公司會是穩中求上的走勢喔 由於去年鋰電池產業蓬勃發展 台灣鋰電池副級材料大廠中碳的出貨量大幅增加 營收成長超過90% 而中碳表示目前正積極在推動先進活性碳 等方性石墨快材這些高質化金碳材料的開發計劃 未來有機會在綠能產業鏈中站下一席之地喔 最後提醒投資人理財需謹慎評估 祝大家操作勝利 以上的資訊取自於1132期的理財周刊 有興趣都可以到各大宿舍的沖路找得到喔 那各位新聞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bye 拜拜